各位同学好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显微镜 那显微镜是什么呢 显微镜其实就是放大镜的进化版 放大镜的作用是为了来看一些很小的东西 那我们来放大它的视角 可是显微镜的作用是拿来看 放大镜也放大不了的更微小的东西 比如说细胞这些东西 那我们原理是什么呢 原理就是你用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是图头镜嘛 先让你的很小很小的object 把它摆在f和2f之间 让它成一个倒立放大的实相 所以第一次放大是成倒立放大实相 然后以这个倒立放大的实相作为second object 然后用第二个放大镜 把second object摆在第二个放大镜的f里面 然后让它成正立放大的虚像 因为我们从显微镜去看东西 我们不要让它呈现在screen上面 直接用肉眼观察是不是比较方便 所以第一个涂透镜我们称之为objective 物镜 摆在物体前面的镜子叫物镜 第二个涂透镜呢 就是我们观察的这个 我们称之为目镜 eye piece 摆在眼睛的前面的 所以objective跟eye piece 它们分别有fo还有fe fo跟fe都不要画得太长 都要短 那一般来说呢 我开始我会先画fo 画了fo了之后 把object摆在fo后一点 然后画平行一组光轴通过f 通过c直直进直直出 把second object先放出来 画出来 画出来了之后 我在second object的旁边画上fe 然后量一个我要的距离 如果考试的话 它通常会给你固定的fo和fe 你就按照比例画 画一个比如说5cm还是什么 按照比例去缩小放大 然后再画图头镜 等距的位置再画多一个fe 然后才画平行一组光轴通过fe 通过c直直进直直出 在背后延长 让final image成像在后方 然后和second object比 它是正立放大的 和original的object比 它是倒立放大的 OK 所以多练习画几次你就会了 那我们成像的这个位置呢 要距离ipiece25cm 那懂种课本是把这个25cm 称之为明示距离 D 可是英文版的课本 它会把它说成这个叫near point 但是还是refer to 25cm 所以大家要去辨认清楚 OK 那现在我们要来讨论它的视角放大率 视角放大率是什么 视角放大率是你用肉眼 去看距离你25cm的这个object 你看一样高两格 这个视角我们称之为alpha 什么是beta呢 你通过显微镜 眼睛 你通过显微镜 去看 这个放大了的image 它的视角 叫beta alpha通过肉眼 beta通过显微镜 都是把它摆在同样的25cm去比较 所以我们有tangent alpha 是不是等于h比上d tangent beta是对比0吗 会等于h2比上这段距离还是d 所以来看这个tangent beta tangent alpha的关系 我们写出来了 视角放大率 就是beta除alpha 所以当tangent beta 会等于beta in radian 当beta很小的时候 tangent alpha也会等于 alpha in radian 当beta很小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把tangent beta的笔值写出来 tangent alpha的笔值写出来 然后越减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关系式 那我们用数学里面学的chain rule 把h2比上h 拆成这两项 各配上一个h1 就可以得到h2除h1 乘上h1除以h 那h2除h1其实就是 i-piece的linear magnification h1除以h就是objective的linear magnification 所以放大镜的 sorry 显微镜的视角放大率 angular magnification 可以记这个me乘mo 然后从这里去做推导的话 就可以继续往下推 这个关系式你可以用lens formula的那个关系去做 然后最后得出这个结论 ok 这个结论呢 它的重要性只是让你知道 我们要得到更大的angular magnification 我们需要 小的f1小的f0 因为f1跟f0都跟m乘反比的关系 所以这里的结论也就写出来了 那大家重要的是 这个关系式 这个部分 还有多练习画前面的图 考试加油